台风来了怎么办? 台风一般形成于热带或负热带26摄氏度以上广阔海面上 会带来狂风暴雨,是自然灾害的一种 那么遇到台风来了怎么办呢? 在刮台风时,尽量不出门或者少出门 如果已经出门,就尽量就近找个牢固且可靠的环境待着 另外,千万不要河、湖、海等的陆低或桥上行走 也不要在强风影响区域开车 此外,要时刻关注周围环境 如果发生异常或者危险,应尽早转移 如果遇到不能转移的危险时,请拨打当地政府的防灾电话求救 除此之外,在台风发生的季节,应提前关注台风情况 错开台风出行 而且当台风来临之前,一定要确认是否关好门窗 门窗是否牢固,以防被吹跑